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要介绍卡方跟KS的检定 这个题目是台大财经的考题 我们看看这题目的内容 随机抽访风景区的游客400位 这边有400位 得到对设施分配的反应次数的分配表 只是如下 极不满意不满意 无所谓满意极满意 这是无等级的 那么他希望要我们做什么呢 以显著水准α是0.05的前提之下 检定此风景区的游客 对设施的态度 是否有特别的态度反应 就是说他对于某一些 是不是有偏好 也就是说他是不是都是均等的 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 应该是比较平均的 依照卡方检定的来说 检定统计量是多少 然后他给我们临界值了 做比较 然后拒绝虚无假设 我们问问看到底怎么算 那这边的话呢 有用到的是 Komolgorov的Smirnov的检定 就是KS检定了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检定的统计量要我们算 而且就是两个一起比较就对了 好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 什么叫做卡方检定 卡方检定 我们就是意思就是说 KiSquare 它的算法是 底下这个是期望值 这个是观察值跟期望值的平方 我们预期有多少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观察值 这是我们的OI OI的话在这边 O1 O2 O3 O4 O5 那么现在我们所说的期望值 假设H0是代表的是 没什么特别的一些反应 就是说都是平均的 随机的 那么这个情况来说 400个人的话 应该是平均分配在这五个里面 5840 所以我们要写一下 这边的话呢 我们的EI这是多少呢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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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样 这样子的话就代表 我们还都没意见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卡方 用卡方检定来做的话 是这样做的 80 80是分母 第一个 零的平方 第二个 是多少呢 两个相差的平方 8的平方是64 第三个 这边是 相差是20 20的平方是400 这边是8 所以是64 最后一个 差20 来我们算一下是多少 这边400 800 这边两个64 128 所以是928 928 来计算机按一下 好 算出来是11.6 这个卡方值是11.6 这边就写下来 11.6 跟临界值 这个比起来 如何 这个大 这个大 就代表是拒绝H0 什么是H0呢 游客 没有偏好 没有特别反应 意思就是 没什么差了 每个都是没什么差 这个我们要了解 11.6 是大于 9.488 我肯定的说 是 有偏好 有偏好了 好 那第二个部分 是什么 要 KS检定 那么 KS检定 跟这个卡方检定 的差别在哪里 它差别是在于 它是做累进的 而且它的统计量是 每一段的最大值 来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表格 列出来 会比较整齐 现在我们把这 12345 来 我们把它列出来 F 是指的是 我们的 预期的值 它的几率 这个几率是多少 是零点 因为是全部都均等的 所以 这边是 零点二 那么 每一个都零点二 但是我们要用 累进的方式去算 所以 零点二 再过来就 零点四 再过来呢 零点六 最后呢 零点八 到底的时候 都是百分之百 这是一个 累进的过程 还有一个SX SX的话呢 这边是几 这边要算一下 80就是占的 百分之四百里面的 多少 零点二 再过来 这两个 这两个是多少 是 一百 五十二 一百五十二 占四百的多少 按一下计算机 零点三八 我们再加六十 那就是 两百一十二 那多少 计算机按一下 零点五三 这边就写零点五三 我们再加多少呢 这刚刚是已经加了 那个 现在来再加八十八 二一二 再加八十八 那就是 三百 三百 那就是零点七五 最后一个不用说了 就是一了 那么我们要算的是什么 FX减掉SX 这边算出来这是零 这个是零点零 零点零二 这个是零点零七 这是零点零五 这是零 那么第一的减定量 最大值是多少 零点零七 与零点零七 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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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 大 所以按照这样的结果 它是拒绝虚无假设 那么这种做法 我们就称为是 KS减定 那是一种另外的一个方式 就是取代卡方减定的一种 另外的一个方法 Galaxy 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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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